哈囉 中時電子報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最近發行迷你專輯 壁咚的DHM豆花妹 蔡煌如 我這張迷你專輯裡面有三首歌曲 那重點是買到這一張迷你專輯的時候 裡面會有12張寫真卡 那這12張寫真卡呢 你可以自由的更換你每一個月的心情 自己更換封面 另外呢 那裡面這三首歌曲 像是壁咚是我們這次的首播主打 那這首歌曲其實也是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現在是新時代了 那不再只是男生在主動 其實女生呢 也不要採取被動的狀態 就要開始對於勇敢的事情 都要心動不如馬上必動 例如自己有的夢想 又或者是想追求的事業 各類等等等 就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勇敢的出擊 那另外第二首艾斯基摩 其實也是像雙關語 就是艾斯基摩 那也是希望大家有一些環保的意識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為在百年之後啊 就是像是現在已經地球開始暖化了 北極熊已經開始越來越瘦 那其實愛情也開始沒有很久遠的感覺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單一純粹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讓愛永恆 在百年之後 劉承安不是剩下垃圾 那希望還有愛這件溫暖的事情 另外第三首歌曲安全感呢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想像兩個人在一起當中 男生可能渴望的是自由 那女生渴望的就是安全感 但是這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彼此就會拉扯 那這拉扯的當中呢 要怎麼取得平衡 就希望只有這首歌曲 帶給大家正面的能量 那這三首歌曲 各個不同的風格 都是算是比較輕快的 然後像畢動是比較搖滾動感的歌曲 而這首歌曲其實也很特別的送去國外 就是Michael Jackson的火影老師幫我混的這一首歌 那中間也有很特別的橋段 Dubstain呢就特別有讓我比較搖滾一點 然後讓我更展現能夠 在MV裡面看得到我的舞技 對 然後另外一面比較正義感 比較比較性感一點的 對 然後愛思基姆就比較輕搖滾 那安全感就是比較輕快的歌曲 希望大家都可以花小小的錢 像是省一頓麥當勞的餐費 然後買這一張 我們真的是用了所有的努力跟辛苦 然後背後每一個小細節 大家都可以感覺得到那個用心 買到一定會值得 我覺得這一次很特別 因為以前對於我來說 完全都是比較可愛的 清新的 然後比較 應該說曲風都會比較 吉他類的 但這一次結合了樂團性 然後再加上比較有搖滾的 的曲風 然後這一次裡面我的被那個 曲風裡面還有多了很多的這種 那個電吉他 對 然後這一次其實很特別 因為之前都是接收到所有的歌曲啊 就是唱就對了 可是這一次我自己 因為畢東的關係 然後讓我有可以參與到 歌詞上面的填詞也好 又或者是取整個曲的走向 要往再更電子一點還是更樂團一點的方向 去調整 那我自己覺得跟他們在一起錄音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還滿有趣的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 很好笑的一個樂團 因為好笑是看似好像很冷冷的 很很很難 就是感覺是有距離的啦 我自己認為 可是沒想到在在錄音的狀況的時候 我是感覺到他們對工作的認真 然後很要求 我覺得還滿讓我覺得很開心有這次的合作 以前比較比較沒有想法 應該是說在學生時期啊 還在成長過程 其實那個想法可能因為從小到大 我都是我就是一直被保護著 然後我是老妖的部分 所以我比較不會去為自己想 然後鋪路啊 為夢想去追求 為自己想要去追求 都是被動的 因為大家都會自己幫我安排 可是因為有了畢東這首歌 讓我有很多的啟發 因為它背後的意義 其實就是讓我覺得 對啊我現在是新時代的女性了 然後我應該要去勇敢追求 我自己想要的 跟我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很容易機會就流失掉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可惜 所以我還滿希望自己未來 對於任何事情都可以勇敢出擊 有暗戀 但是我不會主動出擊 就是也不會有告白的狀況 因為我以前可能真的就是比較害羞 比較悶騷一點 那再加上我真的是太被動了 所以很多機會都會流失掉 所以我自己回頭想想過去 會覺得真的是還滿可惜的 對 最近我在10月9號有一個簽唱會 在台北西門町紅樓旁邊net廣場 那希望有空的朋友們呢 在台北的朋友或是中北這邊部分 有空的都可以來到現場 然後看我畢動 那另外還有中南部的朋友們呢 也很好的是在10月17號 我台中高雄各有一場簽唱會 也希望大家可以播空來到現場 好 好 好